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Della 好 大家好 袁先生 我們都知道 可能很多聽眾都知道你是一位 擁有四科醫學之力的醫生 包括有自然療法、同類療法、脊骨神經科 和中醫這些專業資格的醫生 在我們的診所行醫 也特別在於同類療法 知道你已經有39年的臨床經驗 在我們的聽眾裡面 很多時候聽到我們提及到 提及到 用同類療法、同類療劑 如果有些聽眾 上過你課 做過你學生當然知道 但我們不斷有很多新的聽眾加入來 其實他們可能不太清楚了解 什麼是同類療法 袁先生 可不可以趁著這次的機會 幫我們的聽眾解釋一下 那同類療法究竟是怎樣的呢 它的起源歷史是由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首先 同類療法 記得是不是一個新的醫療 它已經過了200年的歷史 起源的時間大概在1796年 當時有一位德國的醫生 叫做Samuel Hahnemann 他出生在1755年到1843年的人物 他本身是一個西醫 但在當時他不著業之後 他開始行使當時流行西醫的方法 主要當時都是用放血 用吸血蟲 用毒的水銀 令到人嘔吐 當然他的臨場經驗發現 這個醫療是幫不到人的 變成很無奈之下 他就覺得他不能繼續做這種醫療 於是他就放棄了做醫生 他做什麼呢 他有成很多神仁仔要養 他就變成一個翻譯者 幸好他原來是一個語言天才 他認識很多很多語言 包括很多古代的語言 希歷拉丁 其他不同的語言 他開始做翻譯工作 他在翻譯的書籍 在醫學的醫療點的時候 他就無意之中看了 英國有一位蘇格蘭 一位很出名的教授 他有一本的藥點 提及治療的藥疾病 藥疾病是一種發冷發熱性 是 他發現這位師教授 為何醫療藥疾病 可以用金雞納霜 他的解釋就是 因為金雞納霜 本身是聖金 有收斂的作用 還有属於味蝠金 的味道 哈利曼除了他是一個語言的天才,他認識很多國語言 他原來也是一位藥制師,他寫了一些書籍關於藥制方面 據他了解,很多草藥都有這種感覺 就是聖金,有收斂作用 中醫經常有升降浮沉,四氣五味 其實不是一種,很多藥都有相似的性質 為何唯獨是金雞納霜的醫療藥制呢 於是他就開始做一個很有趣的嘗試 他就開始自己吃那個金雞納霜,咬它吃它 他吃了食蝦之後,發現他的身體出現發燒,尖寒尖凍 很虛弱那種病,飆飆冷汗 其實他吃這個金雞納霜之下,令身體出現的病症 是跟藥疾病很相似的 他就開始想,為什麼這麼有趣的 然後他就停了食蝦 然後那種發肖尖寒、發難、震斗等 這些症狀就消失了 吃蝦又出現了 於是他就覺得,會不會金雞納霜之所以能夠治療藥疾病呢 是因為金雞納霜能夠在健康的人身上製造一種病的病症 藥疾病的病症 其實在醫學上,一直有這種同類相似 這種基本的醫學的原則 就算在早期在希波格拉底 公然前、四百年前 中國中醫、印度的醫術 古代的醫術,其實也有說的 這個同類相似的概念 當然香港人很明白 我們經常說以形保營、醫毒功夫 其實現在所說的,是比較大 叫做同類相似 於是他就開始做這方面的研究 他就嘗試不同的藥 嘗試藥能夠製造什麼的病症 結果他就到1796年,就出了第一本書 就是講關於同類療法 同類療法的原則 怎樣去用藥、怎樣製藥 怎樣去進行治療 所以可以這樣說 同類療法成為一個正統一點的醫學 起源的時間是1796年 大概都成二百幾十年歷史 當然來,同類療法發展得不錯 曾經在美國去到1900年的時候 世紀初期 十一世紀初期的時候 差不多每五個美國的醫生 有一個是同類療法醫生 當時美國有一百幾間同類療法醫院 有二十幾間同類療法醫學院 可以這樣說 在美國當時起碼有一個千間同類療法醫學院 存在 這是1900年 到1819年的時候 出現了世界性流感 其實在那時候 美國有很多同類療法醫學院存在 亦有很多病人被送到同類療法醫學院接受流感治療 大概在1921年 有一位醫生分析一下 當時在同類療法醫學院接受的 症流感治療和比較在一般傳統的西醫 對抗性醫療醫學院接受的病人 發現 他分析了二萬四千宗 在一般對抗性醫療接受治療的流感病人裡面 他們的死亡率是28.2% 而另外二萬六千宗 在當時同類療法醫學院接受的流感治療的病人裡面 死亡率只不過是1.04%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當時 很多人不認識歷史這一部分 其實當時同類療法 在治療世紀的疫症 他的有效率比西醫是高28倍的 死亡率只不過是西醫醫院裡面的28分之一 所以很多人在這方面的歷史 當然我們香港人都未認識 所以同類療法其實是曾幾何時 是非常非常之流行的 但很可惜 接下來 在醫學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同類療法治療醫療 很多時候被一種不同的手法 經濟的手法 經濟的手法 是慢慢被他打壓了下來的 所以到大概到一九五幾年左右 其實美國的醫學界 醫學會已經沒有了這些同類療法醫學院的 但到今次 到最後那幾年 同類療法在七零年代開始 慢慢地開始復興 在現在來說 在全世界 同類療法 可以說是第二大醫療 有七十幾個國家 是有政府認可的同類療法醫生 甚至乎在1993年 在1月28日的新英靈醫學雜誌 當時有一篇文章 他說 在美國人來說 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 多於三分之一的美國人 會採用另類醫療 包括同類療法 而會診的人數 整體來說 是更多於當時的第一線醫生 即是家庭醫生 所以同類療法 其實曾經是非常流行 亦都在美國低落過來 但現在已經是復興得很快 袁先生幫我們說了歷史 但其實這樣說 有些人覺得同類療法 其實跟一般的 譬如西醫、中醫 或者草藥療法 是有什麼分別呢 聽說他們同類療法很強調 是有一個生命力的治療 這方面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 解釋一下 因為很多人對同類療法 是有一點認識 但又不夠深入的認識 他們知道原來同類療法的療劑 是經過很稀釋 稀釋到一百分之一的稀釋 或者十分之一的稀釋 或者五萬分之一的稀釋 其實稀釋都很多很多次 結果那個療劑 原來的成分差不多是沒有了 可能稀釋到數以億分之一 所以有些人經常很強調 同類療法其實沒有物質 但同類療法很明顯是有很多病 包括很多傳染病、流感、傷痕病、小蚊仔 那些動物的問題 全部都可以療得到 很明顯醫療的方法 跟一般的藥物不同 一般的營養治療、西藥治療、草藥是不同的 所以因為它如此氣息 很明顯它不是一般性的物質的醫療 所以有一種解釋 同類療法的一種用的 叫做能量醫療 是 Energy Medicine 其實這種醫療 其實很多國家都有 我們中國人叫做氣 在西方叫做生命力 在印度 prana chi 合氣 這些 不同的文化都有這個醫療的概念 是一種屬於生命力 屬於一種能量的醫療 我們知道 剛才解釋過 有生命力 沒有物質的醫療 我們也聽過 用同類療法 是以整個人的整體來醫治 不是根據病毒 拆開來治療 是嗎 是的 同類療法是很有趣的 其實我們治療病 很強調 其實我們治療那個人 其實也是很合理的 因為病是病人病 而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 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 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 所以在同類療法 在醫療方面 我們是很考慮 每一個人 當時在某一個病的處境 他身體是怎樣作出 怎樣的反應 而視乎他的不同的反應 其實我們用的療劑 是會不同的 這個就是很有趣的 和很多醫療是有些不同的 即是說同一時間 有兩個人 譬如患了同樣的感冒 但可能就是A病人 你會選擇用A的療劑 B病人可能會選擇B的療劑 沒錯 譬如今時大家最害怕的 所謂的心罐 對 說回你當時1918年的情況 其實當時的醫生 綜合到 其實在當時的療程之下 其實他都需要幾種不同的療劑 譬如現在的心罐 如果大家遇到感覺 可能自己真的有病 那就視乎病人如何反應 如果病人的感覺是喉嚨乾咳 乾咳 很口渴 又不想動 那療劑 我就會用Baroni Baroni album 如果病人的反應就是 他人很溫溫 頭重重 眼睹睹 很沒力 又不想動 因為他沒什麼力 也不口渴 我們會用Jocemium 你看那個療劑 如果那個病人 當時那個人感覺很驚 很惶恐 好像快要病死 那樣 那個人又怕冷 喝熱水 慢慢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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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那個身形 生癌形 所以你看到 就算同一個所謂的感冒 那個病人本身的反應是不同的 每個人都不同的 因為他不同的反應 我們就用不同的療劑去處理 所以很個別性 都要看病人的整體 反應是怎樣的 所以其實在同類療法裏面 我們醫生診斷出來 就是醫治整個人 就不只是這個病名去治療 沒錯 很多時候我們會發現 有些人就這樣說 我現在有痴瘡 有什麼要怎麼治療 說實話來說 我就要解釋給病人聽 如果你就這樣說 一個痴瘡這個症狀 我們是有很多療劑的 要視乎你的痴瘡是什麼情況的痴瘡 是癢的痴瘡 痛的痴瘡 有沒有腫脹的痴瘡 有很多很多的環境條件之下 突然的情況出現那種痴瘡 那會有不同的療劑 而且記住 我們是針對那個人 那個人的主公的感覺 那個情緒的狀態 好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 繼續我們今天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認識同類療法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 二百八二四百四百四百 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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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cross Brisbane 網址 小美中 Sah家 歡迎回到第二節原網 台自然療法 與你 繼續我們的題目是 認識同類療法 袁先生,上一节你帮我们介绍过同理疗法起源的历史 也知道了我们用的疗剂是一些没有物质的药物 很稀释的药,其实是一种能量医疗,生命力的医疗 而且我们医治的时候,医整个人,不是说有哪个病名就医哪个 刚才你也介绍过,即时很快就介绍过 如果新冠病毒的时候,有些人不同的类型的反应 就用不同的疗剂,是不是可以一次过用几个 还是好像有独特的方面,是要每一次用一种? 相信大家接受治疗的人,不要说是西弱方面 西弱会一开开很多种药,中药也是 一个腹房里面有很多种成分,营养也是 其实所有医疗都会同时用不同的几种成分去治疗 但是疗剂完全不是这样的 疗剂强调治疗的情况之下,一定每次只能够用一种药 疗剂一成二千多种药,通常药的来源都是动物成分 当然大部份是草药的成分,小部份是动物成分 有些是金属性的成分,金氧同质这方面的成分 但是很强调,用药只能够一种一种用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同学疗剂的医疗 这个药是经过健康的人的实现的 他用药的时候,研究药的时候 他给一帮健康的人吃某种疗剂 或者是他制了出来的,可能某种草药 稀释了之后成为一个疗剂 就叫一帮健康的人自己服食 于是服食健康的人里面,有一部分人对这个疗剂比较敏感 他就会出现一些症状,有些症状是身体某部份不适的症状 也可能有些地方是情绪改变症状 有部份可能发梦的时候出现一些很特别的梦境症状 你记住,因为我们研究每一种药药的时候 都是一种一种用的 所以我们很了解,某个疗剂在一帮健康的人里面 能够产生的不同症状是在一个疗剂之下出现的 所以我们很强调,在治疗里面 我们不应该用几种疗剂混合用的 因为几种疗剂混合的作用是如何呢 我们从来没有经过科学研究过的 就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而一种疗剂的应用是经过科学的实践的 所以我们很强调,用疗剂是尽量尽量 都是一种一种用就可以了 譬如有些情况,某个疗剂处理了某方面的症状 但有些症状还未成功,你再去研究其他疗剂 通常是尽量不需要使用的 是,因为试药的方法的时候 我们是一种一种记录下来的 也听到有些,因为原生也有开过班 教过那些学生 其实有些情况,是否他们可以自己做一个 就是学了之后,自己可以做一个医治的效果 都行不行呢? 当然了,我们也是,这个是全世界第二大医疗的 很多时候,但很可惜,认识的人都不太多 但在历史上,医生通常都有一个习惯 教病人自己怎样用 尤其是在创伤性,或者急症方面 当然了,在这些情况之下 最好是当场即时找一个疗剂 很快,可能在半个钟头 一个钟头搞定它 如果那些问题 你要去找医生帮你跟进的时候 已经迟了 所以,在同学疗法来说 是很适合于用自己家庭自己用 当然了,你要用得对,用得准 这个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要考功夫了 但是对一般性的,所谓创伤性的 或者急症的,常见的急症 同学疗法是绝对可以自己去用的 因为为什么呢? 它是非常安全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采用呢? 因为你发现同学疗法 可以说是全世界这样一种医疗里面 是最安全,最没有副作用 以及疗效是最高的医疗 那助理疗病呢? 当然了,除了创伤性,急症病 是很多慢性病,是很多疑难习症 同类疗法都是有非常之惊人的效果 如果这样说,其实就是说 有一些急性,或者那些意外,那些创伤性 那些,如果认识到同类疗法的疗疗 可以自己用,立即去处理了 在一般的情况之下 但如果对于慢性病的时候 应该要找一个专业的医生去辅导 如果要跟进,便会达到治疗效果 刚才袁医生你也提过 现在基本上,有超过了2000个同类疗疗剂 是常用的 刚才你也提过,他们多数都是由一些草本植物 或者一些动物性 或者一些矿物里面,提炼提炼出来 但有时在坊间里,都听到 有些人说他们那些都是同类疗疗剂 同类疗化等等 但其实,怎样去界分,怎样去划分呢? 我们怎样知道 因为它都是一个能量的医疗 又没有物质等等 但我们怎样去界定 它是一种真的同类疗疗剂来的呢? 是的,那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同类疗疗疗剂是经过一连串的稀释 稀释的充能等等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在坊间,有些公司声称制造了一些同类疗化疗剂 其实它只不过是将那些疗剂 例如草药,或者中草药 它就将它稀释了,稀释了充能 它就认为,经过这样的处理步骤 这种物质就叫同类疗化疗剂了 其实不是的 真正的同类疗化疗剂 除了这样制作的过程,要不断地稀释充能 还有一个疗疗化是一定要经过实践的 即是它要用真人健康的人去试疗疗剂 而从而由疗疗剂之下,产生一连串症状 我们记录下来,而我们用疗剂 都是要根据疗剂,在实践的症状出现了 是吻合,而你这样去应用 这才是同类疗化的应用疗剂 就不是说,有任何东西 你经过稀释充能,就叫同类疗化疗剂 其实不是的 也不是一般以为,听下去都很简单 不断稀释,不断充能 就可以成为了一个同类疗剂 其实都是一定要经过那个试验 而且要有一个记录 才可以做一个正式的疗剂 应用的方法是要同类疗剂 不是它是经过稀释 这要用是同类疗剂的原则之下 是配用这个疗剂 这才是同类疗化疗剂的应用 就不是任何稀释的东西 就叫同类疗剂 如果选择了对的疗剂之后 应该是如何服用的呢? 一般来说,大部分的经验 尤其是很多在市面上 买得到的疗剂 通常都是放在糖粒那里 所以通常应用的很简单 将糖粒形状的疗剂 含在口中吃几粒 视乎当时的情况 可能要求你急症状 你可能每半小时吃一次 通常吃到大概三次 如果你的疗剂配得对 你的症状应该会有即时的反应 即时的改善 是很快很快的 就不会等很久的 所以通常就是糖粒为主 但也有些时候 我会放在水里 水里面加点酒精 所以大部分人 接触到的疗剂 通常都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用的 但当然有一阵时候 有些疗剂是会放在高药 或者洗头水那些 通常那些都不是一个 传统的疗剂应用 通常这些都是一种草药的本身 来做 譬如Calandula 金盏花 或者Arnica 生金车 有时候有些人 放在高药里面 来查 其实大部分 同学疗剂的疗剂 都是用口服的方法 用糖粒 或者用水 酒精的情况之下服用 是 那些 如果刚才说 放在膏 Cream 其实是做外用的方便 如果真正正 同类疗剂应该是口服的 平时我们买了疗剂之后 我们要如何处床 或者如何处理它们 才是正确的呢 第一件事 很多人会买了疗剂 疗剂的东西 我通常都强调 你早点买多些 基本的50个 100种 无所谓 因为同学疗剂的好处 是不会过期的 是 是一种能量医疗 虽然往往是 因为政府的规例之下 它都要求你 写一个最佳使用期 但同学疗剂 说真的来说 是不会有过期的 是 尤其是它放在糖粒 那里 一半砂糖 不会有过期的 所以 你会放很久很久 可能放十年 二十年 都可以用得 所以 有些人说 要考虑最好的储藏方法 最简单来说 就是储藏一些比较阴凉的地方 避免直接的阳光照射 还有 温度不要太过极端 不要太容易 或者太冷的地方 还有 很多时候 就避开一些 有些 味重的 香烹油 味重的地方 尽量避开它 但最近发现 很多时候 我都要求一些人 尽量将疗剂 离开 有些 电池长波的地方 比如电脑 手机 不要黏在一起剂 因为 始终它是一种能量医疗 有机会被这些电池长波 是会将它破坏了 很多时候 我们都吃疗剂 尽量不要用手去碰它 你碰它 你碰它 你就吃完它 不要放到瓶子那里 通常都是放在盖子那里 在盖子倒入口 尽量不要直接做到它 而且我们用疗剂的时候 尽量不要一次过开很多瓶 因为始终能量的东西 有机会是交叉 感染度 所以如果你吃疗剂 你拿疗剂打开盖子 倒出来 放入口盖盖 再开另一个疗剂 当然如果疗剂掉到地下 便不要要 疗剂很便宜 有些人喜欢旅行 会带着一个旅行装的疗剂 尽量在这些情况之下 尽量不要让它照X光片 即是基层的X光片 尽量有可能的话 你拿开它 不要让它过那么多次X光片 虽然我自己经验试过 以前我经常都是流落去去 飞去很多地方 我会带着的 但有时我照过X光片 尿剂都不会那么容易破坏 但尽量可以避免 尽量避免 即是可以避免到的时候 或者我们放在包裹里面的时候 因为各个移民都一定要照一照 我们可能用毛巾包裹里面 希望不会那么直接 刚才说过同理疗剂 同理疗法 其实是一个个人的整体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独特 不是只有一个病名 就可以配疗剂 袁先生可不可以说一下 如果真的遇到一个病人的时候 通常你那个问诊 或者跟他做了诊断的时候 通常你要如何去 处理这个病人的案例呢 其实当然很重要 在我们医学上 经常有说 所谓的望问问词 是的 中医 其实现在作为一个家庭融合 主要是在家庭融合 最重要是看得小心一点 你要观察这个病人的身体 语言是怎样 他移动或者不移动 那个面色是怎样 尽量小心一点 观望多一点 接着呢 第二件事就是听 听病人的主数 因为同理疗法是很强调 病人的感受 就是要听多一点 病人说些什么给你听 所以你不断地要听听听听 接着呢 你就开始就要问问题了 因为你听过之后 你心目中可能 你有几种疗剂 比如像我们的将来 我们会教你的 比如某种症状之下 有几种疗剂 当然了 你要了解那几种疗剂 那个特性特异 接着呢 你就看病人有没有了 怎么会知道呢 所以你去问一个对的问题 你才可以拿到这个准确的资料 好的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 如何去拿这个 在家庭里面 拿这个症状 拿这个案子 都很详细的 要知道的 那我们稍后 回去 继续请袁医生 帮我们 介绍到 我们应该如何 正正式去拿这个案子 那我们稍后回来 继续为今天的自然疗法与你 今天的题目是 认识同类疗法 哎呀 你轮转的 风湿骨痛 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灵精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了 哇 这么好的 那就买多一个 分享一下给二婆 太空小灵精 可以在陆创意健康店买到 电话 288248400 网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第三节 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今天的题目 是 认识同类疗法 袁医生 上一节 我说过 如果当我们要 拿一个 就是 问证的时候 其实要问得很仔细 那些东西 麻烦你可不可以 再帮我们解释一下 需要问些什么问题 或者 才可以配合得到 用那个烈剂 那些东西 我相信 大家最好就是 拿一支笔 拿一支笔 拿一张纸 就写下 你应该要问的 可以全面 可以 拿多些 拿尽的资料 希望大家 拿一支笔 就写下 要求问的 有第一件 我要问 O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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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怎样开始 发生的时间 例如 问一问 那个症状是 几时开始 在什么时间 还有 它是否突然来到 就是 Onset 起的情况 第二就是 那个 那个 维持的时间 叫Duration D-U-R-A-T-I-O-N Duration 那就是 其实 它出现了多久呢 还有 它会不会 就是 来一下 走一下 或者 它是一直 逗留在这里 不走的 那就是 Duration 第三 就问 Time of day 就是每日 哪个时辰 就问一下 就是 那个症状 通常 一天里面24小时 是哪一个时间 会出现的 这叫做 Time of day 好了 接着要问 就是 那个起因 Causation 是怎样来的 那就是 什么会令到 这个症状出现的 OK 那同时 这个症状 会不会因为 你的身体的位置 那个body position 比如 你站起床 坐下 或者躺下 是会出现的 嗯 还有 你的活动 会不会影响它 比如你吃东西 或者睡觉 或者走路 会不会影响你的症状呢 还有 你的症状 会不会因为 环境的因素 比如冰 或者 吵吵的声音 或者很光亮的地方 会影响你的 还有 这个症状 有没有受你的情绪 那个状态 比如会不会怒怒 觉得很憂愁 或者是很悲哀 这样 引发这个症状 好了 接着 我就自己要观察 它的observation OK 就是看一下这个症状 是可不可以 看得到的 还有 如果你看得到 它是 大概怎么样 还有 它有没有 发出某种声音 你听得到的 或者你闻得到的 或者 甚至乎 你都可以 未觉都可以 可以 试到出来 OK 这个就是我们观察 没有人问 文字里面的 观察 接着要问 很特别的 叫做sensation 就是感觉是怎么样 OK 到底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还有 还有没有痛 OK 还有 有没有一些 很特别的感觉 是 是 很怪的很特别的感觉 这个叫做sensation 也是很重要的 好了 接着要问 就问那个位置 location 你身体哪一部分 受到影响 是不是 还有你的病症 是不是 倾向于某一边 某一側的 或者是左边 或者是右边 这样的 接着就问 extension 就是那个 伸展到什么地方 这种感觉 会不会是由 身体一部分 是伸展到 身体另一部分 这个叫做extension 接着要问 就是那个 intensity 就是那个 强度 这个症状 是不是很强烈的症状 还有 有些要问 这个症状 譬如 由一分到十分 你会痛 你会给多少分 这个是一个 强度的问题 接着要问 我们就叫做character character 就是它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有它特别的性格 就是有些是很独特的 或者是很标青的 或者是很不尋常的 这种是一个症状的性格 接着还有一个 就是有没有 同时发生什么事 OK 就是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在你出现你的主症的时候 是同时出现的 可能是无关的 但是不知为什么 但是跟着它有同时出现 是在这个症状 最后就是modality 基本上就是 什么情况之下 会令这个症状更加好 或者更加差 OK 希望大家可以 就写下这些几个问题 因为你需要问 这些症状 这些资料 那你才可以帮你 去找到那个症状的療剂 都要很多 有很详细的 真的要问得 因为刚才说过 是很独特的 那好不好 我们不如做一下 袁先生 做一下示范 给我们听众知道 就是刚才你说过 那么多类的 要留意的地方 要写下的时候 就是当问证的时候 要写下一些东西 我们可不可以 做一次示范 给听众感受一下 要怎么详细的 好吗 好 那现在开始 我会说 我做医生 拿来做医生 然后你做医生 你做医生 要做医生 我做医生 第一次问你 就是发生什么事 比如说 医生 我的喉咙痛得很重要 我的喉咙痛 好 再说 还有什么期待 我其實就由昨天下午4點開始就痛了 OK 可不可以告訴你 在你的喉嚨痛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呢? 令到你的喉嚨這麼痛呢? 其實我昨天就有一個口試 昨天早上要回去考試 在這個考試裡面 其實對於我來說,我很害怕 我怕我會胖 但是考完了的時候都OK的 但是跟著考完試之後那幾個小時 我突然之間就覺得很不舒服、很慘 你可否形容一下你的喉嚨怎樣痛呢? 我先發現到在右邊那裡痛起來 但是現在又去了左邊 最痛的時候,當我吞口水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痛 但是又不知為什麼呢? 我吞也不痛的時候 但是又想喝一些熱的茶 是幫助我舒緩 你喝東西就會痛 是吧? 吞口水的時候就會痛 喝東西的時候會痛 是吧? 但是又想喝一些熱茶 熱茶就會舒服一點 就是很重要 好了,還有什麼呢? 還有其他? 我好像覺得很冷 就是很發冷 我想去做一個熱的洗澡 令到我覺得好像沒那麼冷 好了,那你平時是不是很容易冷? 不是的 其實我一向都很熱 都不是很常常覺得冷 OK,好,有沒有其他症狀? 嗯,沒有啦 我應該都是這樣 那我就試過呢 就是找一些鹽水 這樣浪一下口 但是呢,都沒有什麼的幫助 那或者呢 我也都試過呢 吃一些維他命C下去 但是都是沒有什麼幫助 所以我就看一下 你看看有什麼可以幫到我 OK,那我們希望可以幫到你 可以告訴你嗎? 就是你去考面試的時候呢 之前呢,你有什麼感覺呢? 嗯,因為這個面試 這個呢,對我來說很重要的 所以呢,我已經在幾個禮拜之前 已經開始去準備的了 當然呢,對我這麼緊要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緊張 我就不可以做錯 做一些的錯處 所以呢,我當時呢 也都感覺到害怕 我好像就在那些教授面前 好像很蠢 我經常很擔心給別人的感覺 所以我就預備了很充足 好了,我們問到這樣的 在這個情況之後 我們問到很多資料 是不是? 他問到什麼資料 喉嚨痛 喉嚨痛 時間呢,是怎樣 大概是下午四點鐘 是吧? 而且喉嚨痛的時候呢 他的情緒有一個壓力 是吧? 就是他剛剛之前呢 就要去考面試 一種情緒的壓力 而且他痛的時候呢 他說是右邊開始 有時候慢慢走去左邊 那他人呢 就是有點怕動 但本身不怕動 本身又不動 但是他病的時候呢 他就會怕動 而且最早會衝下熱水肉 OK? 所以你看到呢 我們是問到很多很多資料 如果我們認識同學療法的人呢 就會明白這個療劑是什麼呢? 是石松型 石松型呢 就有這些典型的症狀呢 是符合這個病人所聚述的症狀的 所以呢 在我們的同學療法裡面呢 記住 你怎麼說喉嚨痛呢 不行的 不夠的 有成幾十個療劑的 你不知找哪一隻 那你開始問很多很多很多的資料 那我剛才跟大家 就是大家介紹過的 所說的那些問題呢 你記住 你寫下它 OK? 你遇到一個病人呢 你盡量呢 就要問我剛才所表列的那些問題 還有呢 寫下它 OK?寫下它 還有呢 如果那些症狀呢 是特別強烈的呢 你就要多選幾件 是吧 第一件是普通說的 你問他才說的 那有些是第二件的 比較清晰的 病人自己說出來的 那第三件呢 就是underline它 就是這個是非常之厲害的 是自己是 就是你不用問他 說了給他聽的 那所以很多時候呢 我們症狀呢 是盡量呢 都要是 我叫做qualify它 就是到底是多嚴重呢 是多獨特呢 那我就會 我叫做underline 就是隔一下 或者兩下 這個是很厲害的 這個鑑三 要鑑三下的 那還有記住呢 因為我現在希望大家 是盡量學識 就是在家裡自己處理自己的健康 簡單的健康問題 那最好呢 就自己每一個人 在家裡每一個成員呢 都是呢 就好好地做一個 那個病歷的紀錄 OK 就是寫下你 曾經什麼時間 出現過什麼問題 那曾經就用過什麼療劑 成功或者不成功 OK 做一個這樣的紀錄 因為很多時候呢 將來呢 你會出現這個 同樣的情況之後呢 你會記得呢 你曾經試過哪個療劑 哪個療劑是有效 在我的處理的病人裡面呢 我們很多時候 當然我自己有個紀錄 我們每次複診 我們都寫得很清楚的 那那個療劑效果去到哪裡呢 是不是很有效呢 或者一般的有效呢 或者完全都是 完全都沒有效呢 這個是一個 在我們的過程裡面 是很重要的 那這個真是很重要的 我剛才聽到 其實好像很簡單的 一個喉嚨痛 但是其實呢 如果真是作為一個 同類療法的病人 或者是醫生的時候呢 會聽著我說的那些 可能自己 都是發自內心 我想什麼東西 這樣說了給醫生聽一下 然後協助呢 找到那個適合的療劑 去處理那個問題的 是的 那就是說呢 我們除了 我們叫做會診 要看清楚 聽清楚 問清楚 寫清楚 寫清楚 OK 接著呢 你就可以分析了 大概這個是 哪個療劑是對的 OK 如果你是 譬如你看到療劑 發現呢 這個療劑有些獨特的資料呢 那個病人當時未必告訴你 那你可以再問清楚這個病 OK 那你才能夠找到一個 最好最正確的療劑 譬如剛才這樣 已經拿了個個案 袁先生 根據剛才我們的示範 找了一個石蟲營的療劑給我 那我吃了之後 我預期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那當然啦 吃了療劑之後 看看反應怎樣 那一種反應就是 沒有事情發生到 是 那什麼意思呢 沒有事情發生到 那些病人又不覺得好了 又不覺得差了 總之這個症狀是沒有改變 OK 那在大部的情況之下 通常呢 我們要求你試三次 試三劑 那如果試三劑之後呢 通常在十二小時之後呢 完全沒有改變 所以呢 我們也可以這樣說呢 你找尿劑是不對的 OK 那當然呢 有些情況 有些病 譬如那個 那個 那些筋疾發炎 那這個當然呢 就不是那麼快的 那你可能要等幾天 你可知道呢 這個療劑是不對的 OK 這是第一 那第二個情況呢 可能呢 就說呢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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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點喔 OK 也好一點喔 那樣 那個症狀沒有那麼強烈 那也有些症狀呢 就慢慢地走了 那還有呢 那個人呢 感覺到呢 好像那個人就舒服了 還有精神好了 那很明顯呢 這個情況之下 那個療劑是有 就是發生作用的 OK 那通常呢 我們就說呢 就會等久一點 OK 那還有呢 就 如果它是繼續改善的時候呢 你是不需要再重複那個療劑的 嗯 記住一下 你吃過三劑 我都說的是急性病 急性病 那你改善了之後呢 那你是不需要再不斷地吃吃吃的 OK 那你發現它改善了緊 改善緊 那你基本上呢 就等 OK 就不要再重複療劑 是等久一點 OK 那通常呢 等到呢 那個療劑是停止了 即是沒有再改善了 或者十二少許之後呢 它停留了 沒有那麼痛了 但又沒有好得了 那它停留了之後呢 沒有再繼續好呢 那你才會再重複再吃 OK 或者呢 它是很多之後呢 停留了 跟著差 那就再重複再吃那個療劑 OK 那還有一個情況之下呢 就是呢 完全很快就好了 OK 全部好了 好玩了 覺得整個人好玩了 健康了 那當然呢 那 非常之好 療劑很適合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通常呢 就是不要再吃了 就是不要再重複 吃吃吃吃 真的有 反彈 是 那你才會再吃的 OK 那好了 那還有一種情況呢 那症狀呢 就是 就是差了 OK 有沒有改善到的 OK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那就是說 那人呢 在吃了療劑之下 十二小时之後呢 那覺得情況呢 是更加更加差了的 那 而那個 就是很多症狀呢 是更加強 整體來說 是沒有什麼做到的 就是沒有什麼改善的 那好了 那 那這種情況之下呢 就一種的情況就是 那個 那個 那個藥是不對的 OK 或者是這個 這個藥是被人 我叫Antidote了 就是破了 是被人解了的 某種情況就是 是被人解了的 那可能是對的 但是立刻被人解了的 那也都可能 有種情況呢 在慢性病之下呢 有些的急性的症狀呢 會突然之間爆發出來的 那可能這個時候呢 需要一兩天 才會平復的 OK 那通常呢 如果不是說 因為好轉反應 就是當它不是好轉反應 那你應該呢 就是呢 就重新 就是檢討過 這個整體的症狀呢 是再去找一個好一點的 OK 那還有一個情況之下呢 那症狀呢 那症狀呢 是差了的 就是很明顯是 是還差了的 但是跟著呢 那個人呢 就一直一直覺得好 覺得好 OK 那發生什麼事呢 那就是那個人呢 差是很短暫差 跟著呢 是整體來說呢 非常之好的 那這個我們叫做 典型的叫做好轉反應 是 那這個是非常之好的 那同樣呢 那這個療劑呢 是不需要再重複用 嗯 直到這個症狀呢 是似乎回來了 這樣才會再用的 好了 那還有一個症狀呢 譬如這樣的 那 譬如我本來那個問題呢 那症狀呢 就走了 但是 可能一部分走了 一些走了 那麼 也有些完全走了 但是有些新的症狀也走出來 嗯 那發生什麼事呢 那情況之下呢 就是那個病徵是變成的 是 是變成的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你就可以重新去做一個會診 再重新分析這個新的症狀是怎樣 重新找一個另外一個療劑呢 是符合它新出現的症狀的 嗯 是 所以是很重要的情況之下 大家要了解呢 在一般的急性的那個病 或者是那個創傷性的病呢 通常的療劑呢 是很快就可以了 嗯 可以這樣說呢 你吃了三劑呢 可能你初生可能半小時 吃一次半小時 你吃了三劑之後呢 如果你的療劑是對的呢 你基本上呢 是會覺得是很舒服的 嗯 那什麼情況之下 要需要再吃呢 就當你的症狀回回來 OK 那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呢 譬如有時候是出去整牙 整牙之後呢 整個口腔呢 很不舒服 那那個麻醉又過了之後呢 那你開始會痛的 那我吃一個生甘車 總之吃一劑 兩劑 那就夠了 就是你不需要吃的 總之兩三劑就全部搞定了 好了 什麼情況之下 我們會再服用呢 啊 即是 吃三次 可能每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四個小時 OK 視乎你什麼份量 如果你的份量是中度呢 比三十絲呢 那就兩三張就吃一次就行了 好了 當那個症狀呢 好回來 出了好回來 跟著回來呢 那時候呢 你就可以再重複 OK 那第三個情況之下 重複呢 就是當你原本的症狀呢 是復發 那第四個情況呢 當你發現呢 你那個療劑呢 是被人解了的 嗯 被某些元素之下呢 是解了的 嗯 嗯 其實這樣講 都是找到 適合的療劑呢 我們那個 的 預期呢 就是會 好像剛才講過 有很多種不同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又要再去 可能有些 就是剛剛好的 那馬上 這些急性病 這些問題 立即解決了啦 或者可能也都會呢 是 將個身體 因應身體 對著這個療劑的時候 可能呢 就是說 不對 又要再找個 或者是 好了的時候 又會誘發到 或者是其他 因為你身體 也都要出現了 其他不同的那個 症狀呀 可能就是引致一些 由一些慢性病 引起一些急性的問題的時候呢 我們都要去 這樣去 用個療劑去處理 一些事情 就是這樣 好了 我們剛才講 例如什麼情況之下呢 療劑可能被某種的情況解消 對 對 通常呢 大家如果用同療法 都常聽到 盡量不要用咖啡 因為咖啡是有機會解消 還有一種是電煎 有些天氣冷 如現在天氣這麼冷 有些人都會用電煎 但電煎是產生一種電磁腸 會解消 還有一些就是香薰油 塗那些Vix 塗在身體 塗在身體 Manful 那些 Eucalypsis 那些情況之下 好像苦油 白花油 那些都會有機會解消 還有一些情況之下 有些藥 但大部份的西藥 其實都不會解消 不會解消 和療法的藥本身的療效 只不過呢 你將本身的病 症狀 可能掩飾了 或者是壓抑了 所以你看症 看得不準 那些情況之下 有些人去牙醫 整牙 鑽牙 情況之下 或者注射一些 打止痛藥 可能都會有影響 OK 那還有呢 譬如有些人 喜歡吃大麻 那些LSD 那些 當然這些藥都是不好的 那 有些情況之下 有些人去做美容 去做那些電鍋美容 或者用香薰的美容 那些藥 那些藥有時候都會影響到的 那所以呢 無論如何都好 不要緊的 甚至乎有些人做針灸 因為一種氣的治療 那可能有機會影響到的 那不要緊的 就是你小心分析 小心記錄 你發現呢 如果是那個 就是不知道什麼原因呢 那個療效呢 停止了 或者病症呢 是 復發了 那你就 用回那個對的療劑 那就夠了 那所以呢 其實呢 在痛的療法來說呢 其實如果大家是學會呢 就是 怎樣去應用療劑呢 你是很多時候呢 家裡很多很多很多的問題呢 你都可以解決得到的 那我跟著以後呢 我就會呢 就跟大家呢 就是會介紹 很多種的毛病 就是通常屬於這些 簡單一點的 急症的毛病呢 是你自己可以有機會搞得到的 那希望呢 那希望呢 大家呢 是繼續收聽這個節目呢 那我就會慢慢呢 跟大家介紹 很多很多這些的 簡單的家裡 自己的家裡 處理到的毛病的 嗯 在現在今時今日的情況之下 很多的家庭啊 或者小朋友呢 都經常都會出現了一些 尤其是小朋友 或者是老人家呢 都會出現了一些 是有些急性啊 比如好像剛才舉例 一些喉嚨痛啊 或者一些頭痛啊 發燒啊 這些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如果呢 如果呢 大家呢 都在家中呢 將來聽了我們的節目之後 也都常備了這些 大約五十隻 五六十隻的療劑 在家裡的時候 也都了解了 怎樣去拿那個 會診啊 問證啊 那些時候呢 那很快樂呢 這些這樣的急性病呢 大家都可以處理到 包括現在的心管 是啊 一定是 是啊 大家都是這樣 是啊 現在早期呢 是的 就是你處理得好呢 它不會變成一些很嚴重的 呼吸的症狀 是啊 是啊 但是呢 當然了 如果是已經是有一些的 慢性病在這裏 那就需要一個專業的醫生 去慢慢地呢 去幫你跟進去的了 所以我們經常在我們節目裡面 都要講及的了 袁醫生不斷地這樣教育啊 或者是分享他的經驗呢 都是希望呢 大家的聽眾呢 對於自己啦 或者是身邊的家人呢 有些什麼問題的時候呢 都可以在這裏及早去醫治的 不是說等到呢 去去到一 發病可收拾啊 或者是去 已經做了那些手術啊 或者其他那些 比較入侵性的問題 才來到 產生了後遺症呢 才來找我們 這樣去 或者自己去處理這樣 這樣 那這個就希望呢 可以呢 讓大家真真正正正享受到 一個健康快樂的人生的 好 多謝了袁醫生今天和我們的分享 那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呢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如果提及到有關那些產品呢 可以在我們的陸創意健康店那裡查詢 電話號碼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的了 好 今天謝謝你袁醫生 拜拜 好的 大家聊天 拜拜